这里是美南国际电视休士顿55.5频道 洛杉矶44.6频道 欢迎收看 提供各种疾病的医疗设施及医师 我们是全美50家最好的医院之一 并且还被评为 全美医疗服务最佳的医院 我们扩建的医疗大楼 有足够的病房 可以提供给华语及越南语的病患 另外华语粤语翻译员 协助您和医师做最好的沟通 在我们的病房 可收看熟悉的华语和粤语节目 我们提供适合亚裔口味的美食 接待家属的专区 让夜间看护的亲友们随时使用 使您感觉就像在家中一样的舒适方便 在专为亚裔服务的大楼内 提供了专业及完整的医疗服务 我们有心脏科 整形外科 外科手术 内科神经科 以及肿瘤科 您100%的满意 是Memiro Herman西南医院 坚持追求的目标 给您家的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 我并不确定怎么做最好 但是我的家人 仰赖我做出对的决定 所以在为家人选择保险的时候 真的很需要一个可靠的经济代表 来为我解释保单 Farmers经济代表为您着想 所以我们会仔细为您解释 您的保险选择和折扣 让您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保障您的家庭 今天就打电话给Farmers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修成捷银 我是主持人马剑 今天很荣幸请到修士顿著名的太极拳大师 也是武术界的这个权威 陈敬才 陈大师 与他的学生们来上我们节目 陈大师你好 你好 很荣幸 很欢迎您来到这个节目 很难得有三位你的传人来 我想介绍你的传人 好 我们第一位传人是武超臣吴建生 吴先生跟随陈大师已经超过12年 我们请吴先生用广东话来讲解一下 说为什么会成为传人 好 我跟陈大师学了太阅十一年 我以前就是遺传性的高血压 还有体伴 经常坐在那里做工 所以就跟陈大师学太阅 学了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 身体一直有感觉到身体明显 一直有改进 还有陈识太阅是内外兼修 还有阴阳兼备 所以学这些对你的身体有很多好处 我可以体现到血压方面 讲得很明显的自然天的 很明显的控制度 谢谢 谢谢吴先生 我们第二位大师兄 我们第二位传人是 我们这个阿沙尔·比特斯 阿沙尔跟随陈大师已经超过18年了 所以我们请阿沙尔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陈诗太极跟别的太极有什么不一样 阿沙尔 我告诉我们观众 你曾经过来自1995年的太极 亚尔 obvious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mproves you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ould you tell our audience a little bit and I will translate as we go. Why? What is so unique about Tai Chi, about Chen style Tai Chi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It has a very refined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and for me personally it feels like it's more effective at combining the internal energy with the physical movement, your external body. So I've experienced that in the Chen style uniquely as compared to other arts that I've trained. I've trained martial arts since I was eight years old and external arts as well as internal arts and that's a definite difference. It's also very effective at training internal energy in general. It's a very good balance between health, fitness, martial art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Definitely. 剛剛我們這個Arsard大師兄解釋給我們說,城市太極的特別之處, 因為Arsard之前有練過這個外功,有練過這個武術的外功, 自從跟隨城市之後,他要了解到內功與外功的差別, 他增進了他自己這個內外雙修,這是很難得的。 那我們第三位學生,年紀最小,今年才19歲,是Rohan Rupta。 Rohan從1999年就跟隨陳師傅了,那時候他才六歲。 所以我想問一下Rohan從小開始練太極對他身體的好處。 Rohan, I was telling our audience that you've followed Master Chen since 1999, since you were six years old. That's very unique, that's a very young age. You're a student at Rice University now? Yeah. So tell me a little bit how you felt Tai Chi has helped you improv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I've been doing Tai Chi for a long time, and Tai Chi, it helps you in many physical ways. It helps you build strength, such as in your legs and wrists, just to name a few areas of the body. It also helps you build flexibility, discipline, and it helps you develop, you know, mental as well as physical capabilities. Because discipline,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physical force. It's not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strength, it's internal strength. 所以很重要就是我們不只是外面,武術不只是強身健體, 能夠讓大家能夠修身養性也是很重要的。 Now, Danny, if you were gonna tell somebody, 如果你要介紹我們這個不認識、不了解太極拳的這個學生, 你會怎麼樣告訴他們說這個,怎麼樣開始去練功,怎麼樣能達到這個境界? 我會告訴你,第一件事就是加強你的腳力,加強了腳力之後, 然後呢,我們有一個叫站裝法,就用一些氣功來加強你的腳力,手力,這樣這樣。 然後呢,陳式太極是一種很,很高級,還有很,怎麼說, 不是很簡單的方法,很簡單的方法,練出來的。 那麼你要放很多時間下去,真的要很優秀才能練出來。 還有呢,你要真的抵受它的痛,因為很多動作呢,很需要你很穩定的,這樣做出來的。 就會很柔軟,你的身體會變得就是筋骨都已經,對。 是的,因為第一件事呢,人呢,肯定有光徑在身上,你自然本身是光徑, 你要把它不要用出來,然後慢慢呢,由愛收入內,然後用內,再變出來用愛。 這樣你又將你體現到你本身,裡面的氣怎麼走法呢, 這樣怎麼帶動你的動作,那個就是最高級的。 帶動你的動作,真的很特別。 所以陳式太極的差別跟別的是不一樣的。 是的,真的不同。 阿薩爾,剛剛有跟我講說,這個陳式太極不只是內功, 他的合併的這個外功,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也能夠說保護自己,也有很多動作,包括, 你也說有很多肌肉,但你也可以學習到陳式太極。 那是你一樣的。 它用非常柔軟的力量,叫做《silk-reeling》。 我們可以說是招呼的,或是招呼的。 陳式靜。 對。 陳式靜。 那是我們的鑲出現,這就是我們所交換的內能跟 external動作。 很特別。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广告,请稍后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讯问我们整个程序。 我们下一段有两位医师,权威性的医师来讲解,谢谢。 我们今天营业,随时接受预约,牙疼请到Apple Dentist,牙齿美容请到Apple Dentist,直牙、牙齿矫正请到Apple Dentist,中国城Weekress分店已开始营业。 我们县正招聘中英专誉前台服务员和牙医助理,联系电话281-530-5050。 Tera Energy电力公司是从2002年开始就为商业和住家带来最有竞争力的价格。 经过比较,恒丰银行选择了我们。 Tera Energy可以为您提供专门的客服经理和出色的客服服务。 我们一直是Tera Energy电力公司的忠实客户,他们不只为我们这个游乐场省了很多钱,而且也为了我们家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现在尽情拨打832-421-351,使用Tera Energy生活变得更美丽。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现场面对面修程剪影,我是主持人马剑。 很开心,今天我们请到我们陈敬才陈大师,能够为我们观众们讲解这个太极对身体强身健体的好处。 我们今天更荣幸的是有两位修士顿,在我们修士顿医学界的权威性的两位医师。 我们有毛治江,毛医师,毛医师你好,与我们陈朱衡陈教授。 你好,那我们想请毛医师能够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城市太极对我们身体本身用医学的这个背景来做一个介绍。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我是毛治江,我在这个修士顿行医做这个内科医生已经有30年了。 所以我先这个给各位稍微再从临床方面来介绍一下太极拳的功能。 然后呢,我们有陈朱黄教授将来等一下会跟各位更深入的从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这个健康跟太极拳之关系,他会再更深入的这个讲解。 陈朱黄教授他是背了医学院的这个教授,医学教授,同时也是心血管中心的主任,还有他还兼任了台湾的这个医药大学的这个客座教授。 所以他的资历是非常这个非常值得尊敬的。 那么他做了很多这个在专业方面的这个太极拳与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研究,等一下给各位分享。 我个人呢,跟这个陈大师这个学这个太极拳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我一方面因为是我是临床的这个医生,所以我从这个养生方面呢,这个跟太极拳的这个, 这个研究方面呢,有一点点这个心得。 太极拳它的这个伟大的地方,它创,太极拳创立是从这个,这个明朝初年就已经存在了。 历史很悠久。 非常悠久,有650年以上的历史。 那么它的这个伟大的地方,它是善用人体力学, 然后因为善用人体力学,它可以达到两个大的目的,一个就是强生的目的, 另外一个就是智慧的目的,所以它有多功能的这个存在。 这个太极拳呢,它是,而且呢,它的优点呢,是这个,不但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肢体的运作, 它还能配合这个呼吸的这个吐纳,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可以说快慢有致了。 所以说,就还有一点我要强调就是说,太极拳啊,尤其城市太极, 它是不从上用蛮力,这是跟外加工有点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个,它是适合这个, 这个,谁都适合来练习这个,没有限制年龄的这个。 年龄更是没有限制,越练就是越精。 所以说,这个,越练越精的话呢,它得到的这个养生方面的衣处就有多。 我刚刚讲了,我从事这个,这个内科这个临床的这个行医已经有三十年了, 我深深觉得就是运动啊,对维护健康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心得就是, 如果要大家维护健康的话,四个最大的支柱,一个是营养, 第二个就是运动,第三个是这个排毒,第四个是这个情绪的控制。 这四大,这个可以说是cornerstone,就是支柱,这个健康的四大, 所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太极已经包含了三,这四大点有三点都能够, 也可以这么讲,就是因为它这个身心都有, 对,你情绪的控制,你的健身,跟你营养排毒都有,都有功效。 没有错,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要达到养生的这个目的的话, 运动是不可缺少。 那么刚才讲了这么多优点,这个太极拳有这么多优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是大力的推荐,大家这个应该大家来。 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是我们讲到运动, 我们运动有很多是high impact,冲击力的这个运动, 对年纪比较大的或小朋友,其实是并不是说最好的方式。 像你常去举重,你的筋骨还没有完全发育, 或者是你年纪大的话,去运动或是跑步, 你对你的膝盖关节都会有, 但是太极是很柔软, 你是你也能刚也能柔,对不对? 所以就算以运动来说,太极也是一个比较, 大家都能够去学习的, 不管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不管你是健康状况很好或是胖, 你都能够慢慢的去调量你的身体。 一点都不错。 谢谢毛医师,很开心。 我们陈教授, 陈教授刚刚也跟我们提到说, 这个很重要的研究报告, 这是一个very specific research on太极, 是专门对这个太极对身体做的这个报告, 我们请陈教授帮我们讲解一下。 好,现在最重要的呢, 我们实在进步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几百年几千年的经验科学, 改成数据科学, 对,用数据来表示。 所以我请我的博士后研究的学生来研究一下, 整会一下太极拳的研究, 这先关于心血管方面, 其他的东西再说。 我们一共念了561篇的文章, 全世界的文章。 然后经过一层一层的分析呢, 后来挑选15篇值的研究的, 这15篇的研究来自美国、台湾、中国、 大陆、韩国都有。 现在我们关职讲那个心血管方面, 大家最关心的是血压问题。 血压, blood pressure,对。 血压问题我们有这个收缩压和树张压, 结果它两个都减少, 这两个东西非常有用, 非常重要, 可以减少你对药物的依赖。 因为高血压就是我们脑中风, 一个最大最大的因素。 脑中风有很多因素, 一个最大的是高血压, 一个是抽烟, 那抽烟我就不抽就是了。 我们华人很多都有这个高血压, 这是非常厉害的。 还有大家所关心的胆固醇, 有没有减少呢? 在这个有限的资料里头, 胆固醇减少是有那个趋向,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 医生告诉你所谓的坏胆固醇, 就是低密度质胆固醇, 那个东西是减少, 所谓坏胆固醇是减少的, 那个好胆固醇就是HDO, 那有增加的倾向, 所以把坏的减少, 把好的给增加一点, 所以这有它的好处。 这是心血管方面的。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这些参加者, 你所看到他的年龄群, 是50岁、60岁、70岁、80岁。 我们要打算跟什么样的运动来比呢? 跟有氧运动来比。 OK。 那有氧运动, 当然运动都是好的, 不过有一点很明显的地方呢, 有氧运动所参加的人都很年轻。 没有错。 那有氧运动呢, 容易受伤。 对。 所以我们就谈到太极拳的其他好处。 另外有一篇文章, 它已经在最高级的医学杂志, 叫做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他发表对佛金氏病, 叫Pakinsons disease的人, 他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减缓他病情的恶化, 减少他们摔倒等等。 因为老人家跌倒是最严重的事情, 可以减少跌倒。 所以如果太极拳运动, 譬如说我们最后检查的结果, 它跟有氧运动没有什么差别, 跟那个Yoga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好,运动都是好的话, 它有其他什么好处呢? 它本身就是防止跌倒。 再加上呢, 它可以运动的年龄群很高, 再加上它所需要的空间很小, 它不受天后的影响。 不需要有器具, 或是专门的这个指导, 或特别的, 在任何地方, 什么时候都可以练功, 都可以增加你这个。 另外,然后这是数据, 然后进入这个基转方面, 我们要看看, 这个所谓党固醇里头, 不仅是党固醇的数据, 党固醇里头, 所谓好党固醇, 坏党固醇, 它可以分为细分为, 所谓坏党固醇并不是全部坏, 所谓好党固醇, 不一定全部好, 对, 所以从这个细分里头, 我们将来再细分, 我们如果在有这边做个研究的话, 细分在党固醇里头是, 怎么样会好, 怎么样会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太继续为什么会减少血压呢, 因为它是长期的放松, 一种放松作用, 这种放松作用, 因为我们高血压, 常常因为你血液要排出去心脏, 受到很大的阻力, 所以心肌会梗塞才会, 是因为你动脉, 你阻力很大, 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个运动, 把很多阻力都给放松, 你周边血管周边的肌肉, 全部都放松, 一种放松的状态, 这种血压降低, 它说能够保留的时间很长, 譬如说你运动过以后, 在运动的时候, 血压会上升, 这是应该的, 包括台积血, 运动的中间血压上升, 是应该的, 最重要是运动过后, 血压的降低, 降低多久, 降低多少, 还有能够维持多久, 哇, 这是很重要的书记, 我们观众一定要知道这个结论, 这个结果, 我们请稍微一下, 我们请广告过后, 我们继续, 谢谢陈教授, 请稍微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休士顿古董拍卖公司, 专拍高档古董, 拍品种类, 有明晴官窑子气, 名家书画作品, 古代同博像, 毁翠玉记, 金石印章, 明晴硬木家具, 金银器皿, 古玩杂件等, 休士顿古董拍卖公司, 天天收购藏品, 也监受委拍, 请先致点832-251-6666, 预约专家免费健报, 地址9931, 好运大道二楼, 休士顿古董拍卖公司, 楼下是休士顿GMS大画廊, 是休士顿最大的装饰化 批发零售中心, 品种最多最齐全, 有近况油画抽象画 等美式风格的装饰化, 请来价廉物美的GMS大画廊, 选购您满意的装饰化, 地址9931, 好运大道一楼, 电话713-789-6767, 卡尼亚玛的生鱼片撒西米, 鱼肉超新鲜甜美, 入口即溶, 新鲜美味宛如直接从大海 运到我们的口中, 卡尼亚玛金山日本料理 天天为您提供最新鲜的食材, 新进装修的大厅和 三间榻榻米房间, 清雅简洁, 是商务会谈和party的好场所, 每天下午4点到7点是 Happy Hour时间, 能得到20%的折扣呢, 感谢大家, 卡尼亚玛天天欢迎你, 谢谢,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现场面对面, 我是主持人马剑, 今天很开心的又能够请到我们 陈大师, 以及毛志江, 毛医师, 以及我们陈教授, 来为我们讲解这个很新的医学报告, 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太极, 练习太极跟我们对这个自己身体的这个关联, 用这个医学的数据来证实好处,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 就是西药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自己学习这个太极的话, 是等于是自己能够去调试自己的身体, 不要依赖这个药物这么多, 对不对, 刚刚我们陈教授提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一点, 就是这个高血压, 怎么样去影响高血压, 请我们陈教授继续, 为我们观众讲解一下,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研究的话, 有一种病人是最好, 一种病人他是因为高血压而产生心脏衰竭, 这通常发生在高年龄的女性, 她并没有一般所谓的心脏病, 我们所谓心脏病是万庄动脉疾病, 但是这个人没有, 她就是高血压而产生心脏衰竭, 在这种病人群, 用来做太极腺研究是最好的, 因为她长期的运动, 用太极腺运动的话, 如果是每天能够运动的话, 可以减少她的阻力, 我们所谓高血压是因为血管遇到阻力, 或者心脏打出去遇到阻力, 在周边血管它有那个收缩状态, 要把这个东西整个放松起来, 这样子还有其他的研究, 其他关于那种肥胖的研究, 那个有糖尿病病人又肥胖的这种病人的研究, 他们是光是运动, 不是说太极腺, 光是运动, 它最后的结果呢, 它减少对高血压药的依赖, 譬如说本来要吃三种四种高血压药, 最后减少到两种一种, 那这样子对你心理的担心, 会不会有产生这种, 就是stroke, 那个是中风, 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减少中风, 心脏病方面, 当然你胆固醇啊, 高啊, 不能够完全依靠运动就来解决一切, 有些时候是需要医药, 那是一定是没有错, 那一定要有, 对, 一定要有辅助, 但是呢, 这是一个有很大很大的辅助作用, 现在我们进步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 每个人的经验, 这些经验科学, 把它转化成, 往刚刚所说的数据的科学, 还有机转的科学, 就是呢, 它在生化方面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它在那个病人的脂肪方面, 它是怎么样的变化, 因为运动, 运动的本身, 它会调节对这个, 胰岛素, 我们身体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 叫做那个insulin sensitivity, 你不运动的人呢, 对这个sensitivity降低呢, 会影响所有的一切生化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个运动呢, 有不仅是有数据, 来做最后的一种解说呢, 也可以看看它到底在哪里产生变化, 在化学上产生什么变化, 在那个基因上, 基因本身是不会改变, 但是基因的表现是可以改变,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太极, 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这个多少年的历史了已经, 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个西方的这个医学数据, we can quantify the numbers, 我们可以真正show the result, 有是真正有成果的, 不只是说因为是传统, 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对身体很有好处, 身为华人我们其实都知道, 我们也有亲戚, 也有长辈, 也有朋友有练过太极, 但是我们现在终于能够说, 把这个太极用这个科学, 用医学把它去证明, 这个关联对降低高血压, 跟降低中风的关联在哪里, 那如果我们有观众有兴趣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来这个website, www.chenstautaiji.com, 或者打电话来美兰, 我们会把这个陈大师联络的方式给大家,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一定会有问题, 尤其是这个对健康有关联的, 我们一定会有问题来问的, 陈教授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报告, 好,谢谢。陈大师,你的这个学生是满天下都有, 对。 各个行业,各个的权威都知道对身体的好处, 我想请陈大师告诉我们观众说,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你的传人? 首先是热爱太野权, 喜欢太野权, 愿意为太野权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 在全门的武术比赛上拿过冠军的, 曾经有发表过太野权的文章的, 经过的多年的考骸, 再经本人的提前申请, 就可以成为传人。 我们在3月13日收了11个传人, 来于每个六个城市, 今天来的五位的都是3月30日的, 我们正式的收为传人的。 这五位传人的都在修论中的。 如果大家对太野权有兴趣, 想成为团人的, 我们的内容还很多, 可以打电话来资讯, 也可以到我学校去资讯。 成为太野权的是一个人生的保护, 各取所去, 各种人群, 不管是年龄的大小, 都可以从城市泰拳中获得好处。 我们学校的现在呢, 有最小的学生是三岁, 最大的学生是七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这个年龄的人的比较最多下。 小孩学泰拳的, 它可以移植它这个狂躁症, 增加它的大脑的反应, 使它学习程度的提高。 女士学习程式泰拳的, 可以让它更美丽, 更漂亮, 因为大家都知道, 肺是啃出皮肤的, 有个好, 很强壮的肺, 你的皮肤都很有光着, 会很漂亮。 所以女士要想漂亮的, 那就要列城市泰拳, 增加你的肺功能, 增加你的肺的强壮度。 中间一列泰拳的, 一般男士都是家庭的主力, 你为了一个家庭的和谐和家庭的快乐, 家庭的美满, 都要有一个好身体, 只有男士有个好身体, 全家都要依靠你的。 所以你们不能懒惰, 要选择一个很好的运动来运动, 来保持你的活力, 保持全家的和谐, 这是非常重要的。 脑瘾练成日泰拳可以防止你中风, 防止百经生你的毛病。 我现在的每一礼拜一, 被休斯顿的帕金森那个center, 邀请我去带他教他们这些, 帕金森症状的全是美国人, 根据我的几个月的教学, 发现他们都有改善, 所以帕金森那个center的老板也非常感兴趣。 陈大师, 你这样子讲, 我相信观众们一定要到这个学校里面, 来亲自跟你询问, 这样子会比较, 因为这个太深奥, 而且也通过到好处。 内容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我自己也会去, 我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因为两位医生在这边, 你的三位学生都跟了这么多年,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很开心, 也很高兴我们陈大师, 毛医师, 陈教授,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 谢谢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会。 谢谢观众。 由美南新闻集团出版的中文黄业, 已服务修士顿华人社区三十余年, 成为广大侨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张信息卡。 休斯顿中文黄业, 信息最全面, 搜索最方便, 可按英文字序分类搜索, 中文笔画搜索。 2013年黄业现已印刷完毕, 欢迎广大市民至美南新闻大楼拿取。 电话2814984310。